那現在在做財產分析 那現在已經有股票了 長這樣 那張慶忠 那就列出一下他那個每年申報 大概是多少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數字差太大 看不懂 然後他撿 而且他這是用那個面額撿 面額是10去撐的 所以說 其實我們應該去對應這個股票啊 他那個限值 然後讓他看出 每天的這個財產的狀況 那這個Jason檔已經丟出來 那在我這邊都有寫 然後下面是這些這個網站 各個連結都 就歡迎有興趣就可以進來看 然後第二個議員投票指南 我不能只關心議委 我也要關心議員 因為年底就要選舉 那可是議員很麻煩 因為他們那個地方性的議會 各個會議紀錄都變異性實在太大 然後我也還抓不到那個重點 那目前也有一些 目前也有做一些出版 然後構思區也歡迎人進來 給一點意見 謝謝 那最後公會發行指南 那我覺得說我們台灣勞工 不管是勞工還是警察 都太可憐了 那我們應該團結起來 那那個 我就發現說 我們勞工會 不知道自己屬於什麼工會 那後來我一貼上APA以後 就有專業人士來 來解答這個工會發起要怎麼做 那有興趣我覺得 身為勞工會 都可以看一下那個 他們寫的蠻淺顯易懂的 這個如何做工會這個 那我覺得現場我們 GDP應該自己先做一個demo版 然後那個 我們就用這種 開圓協作的方式 把這些都記錄起來 那那個 隨便大家想要發行工會 就follow這個方式 就可以自己成立工會 那我已經印出那個 名單了 那等一下 看有沒有勇者可以 就是帶領我們 成立一個demo版的工會 然後 我放到這邊 謝謝